阴间神探 演播紫巾 精彩继续 我的意识渐渐清醒过来 睁眼一看 四周一片漆黑 这里仍然是命案现场 刚刚摆好的桌椅全部被掀翻了 而且竟然与我来时看见的一模一样 我原本放在桌子上的手机摔到角落里 发出盈盈的光 黄小桃跪在地上 面具掉在一旁 他正捂着肚子剧烈咳嗽 从嘴角流出晶莹的一道口水 我注意到他的腹部有两个血印 一个是我踢的 一个是王源潮踢的 我的手臂上被挠出许多血道道 嘴角火辣辣的 王源潮刚才那一拳太猛 薄嘴唇都磕到牙上 给磕出血来了 我心想王源潮下手太狠了 但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和黄小桃恐怕都无法清醒过来 继续在幻境中扮演这对自相残杀的夫妻 甚至有可能伤害到对方 实际上我们刚刚已经走火入魔了 黄小桃突然跪着朝我移动过来 把我吓了一跳 以为他还没摆脱眼胸术的影响 沉浸在角色之中 结果他开口喊道 纵阳好可怕呀 刚刚那一幕好可怕呀 然后他紧紧搂着我 力气大的几乎把我窒息了 温热的眼泪 速速的掉进我的脖子里 虽说 那堆低罩杯紧紧挤压我的胸口 不过此时 我的情绪同样不稳定 如同一只惊弓之鸟 完全没有余侠去品味 我顺势抱住他 黄小桃柔软的身体 在我怀中瑟瑟颤抖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我抖得比他还要厉害 拥抱确实能让人心神安宁 胜过任何药物 渐渐地我俩平复下来 各自分开 黄小桃伸出手要擦眼泪 王源潮递给他一张面筋吃 黄小桃平日里 总是一副英姿冷艳的形象诗人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那眉目垂泪 梨花带雨的样子 竟然异常可爱 让我不禁看呆了 心脏扑通通地狂跳起来 这种体验 以前从没有经历过 黄小桃 见我呆呆望的 突然一拳头打在我胸口 沉怒说道 都是一些什么鬼主意呀 差点没把我吓死 我这才清醒过来 这不能怪我呀 是书上写的药方 什么药方 我拿起掉在地上的面具 看了看 就说 还记得下午我熬的中药吗 是书上写的 上面说啊 这种药呢 可以唤起情绪 谁知道 是智患药 混蛋 你把我吓死了 知道吗 黄小桃 发怒地抢过我手中面具 扔在角落里面去了 我心中暗暗发誓 这坑爹的眼凶术 以后再也不用了 当时我以为 这是祖宗坑我 后来又回去翻了翻书 这位药方啊 名叫入梦散 后面附诸 此方能使人迷离入梦 如临其境 我先前理解错误 以为其功效 是唤起情绪 哪知道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含蓄地告诉使用者 这种药 吸了会让人止换 而且我还犯了一个错误 弄错了伎俩 差点搞出事情来 所以这锅啊 还得我来背 等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阴差阳错地 让我和黄小桃之间 起了一种微妙的 爱情锁链 很多年后 我回想起来 对这位发明 隐凶术的先祖 感激不尽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问王源潮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说我和黄小桃 一开始假装都在一起吃饭 好像真的负气一样 后来突然我这脑袋 说头疼 然后就互相吵了起来 王源潮当时很犹豫 不知道要不要弄性我们 结果我们真的动手了 这才跳出来强行阻止 我一阵后怕 幸好不是三个人一起眼熊 不然我们三个人 可能会按照三名死者的样子 死在这里 加上脸上戴的诡异面具 估计警方的档案里 又多了一桩破不了的诡异案件 黄小桃此事已经冷静下来 问我 刚才你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 他又问王源潮 王源潮却什么也没听见 显然那声音是案发现场 当时出现的 一家三口突然离气头疼 然后性情大变 这无疑就是本案的关键素材 我陈寅说 我觉得让这一家三口发疯的原因 有可能是 正说话去 突然 笼子里面小白鼠激烈地叫了起来 拼命摇晃笼子 差点从窗台上摔下来 我惊声叫道 不好 有东西进来了 黄小桃吓得脸色煞白 有东西 有东西是什么意思呀 我从地上捡起手巾走过去 看清之后 我们三人同时倒抽一口冷气 小白鼠笼子旁边 面粉上 不知何时出现一行猫脚印 一直延伸到楼梯口 我叫道 黄小桃守在这里 我和王叔去找那只猫 黄小桃抗议 我不要一个人在这 鬼祭森森的屋子里待 王元潮留下来 我们俩出去 我只好这样办 我和黄小桃出门之后 左右看看 老街没有路灯 只有住户家里透出的光亮出来 一到晚上便黑漆漆的 我打算兵分两路去找 黄小桃突然拉住我的胳膊 还是一起吧 万一出什么事情呢 我本想说分头效率更高一些 可是又害怕真的出事情 就答应了 老街的一头是马路 一头是小巷 我觉得那只猫逃进小巷 可能性比较高 朝这个方向寻找起来 走着走着 我突然发现 黄小桃一直挽着我的胳膊 这是不是有点过度亲密了呀 我低头一看 他也意识过来 赶紧缩回手 吱吱呜呜地说 你别误会 我才不是害怕 不知道刚才 是不是我的错觉 黄小桃突然变得有些奇怪 刚才吓到你了 我要不要补偿你一下 说这话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脸蹭底一下 红到耳根 天哪 我怎么会在黄小桃面前 变得这么扭捏呢 我明明一直把他当搭档的呀 黄小桃低着头 半声没有回答 我还以为怎么了 一看把我吓了一跳 他的脸竟然比我还好 他的皮肤原本就保养得很细腻白皙 粉雕玉琢的脸颊上 翻起两道红韵 像透红的杨之玉一样 有一种特别的可爱 我不知道他这样是生气了 还是害羞 他突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不需要 谢谢 然后大步朝前走去 我一头雾水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哪里惹到他了 女人的心真是比一百个案子 还难懂啊 我们来到这条小乡 手机的光突然闪烁起来 原来一直看着照明 耗电很快 我问黄小桃 带手机没有 他套了套口袋 就说 糟糕 掉屋里了 然后 手机又不亮了 我们只能摸黑 向前走去 这时候 我突然听见什么东西 在地上滚动的声音 只见一个小女孩 趴在那里玩一个线球 她听见脚步声 突然扭过头 两眼 发出诡异的光 由喜马拉雅出品 火星小说网独家授权的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阴间神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